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案 明天就會在高雄進行公投 在公投的前夕 中共的黨媒《人民日報》忽然間出了一篇文章 對韓國瑜市長情依相挺 到底這篇文章是說什麼呢 標題就是 追殺韓國瑜 民進黨醜態百出 登了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第四版 到底有什麼重點呢 首先他們就將民進黨批判一番 說民進黨當局 此前一直強調罷韓是公民運動 不會參與其中 但是年一來 民進黨的要員和當局多過部門 不顧食相走上前台 以各種方式全力吹飄 島內的輿論就嘆胃 罷韓是再次突顯到台式民主 已經淪為 顏色政治 私心政治 和騙術政治的一地雞毛 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韓國瑜的市政成績不錯 而且還將他的政績 一五一十列舉出來 他們說 韓國瑜將希望寄託在防疫和市政上 在臉書貼出記助高雄宣傳片 用感性的口吻呼籲 姦困防疫時刻 大家團結努力 而且韓國瑜上任後 就主打露平的政策 即是把露面鋪平 也使得高雄抵受得住近日的暴雨考驗 韓國瑜市政成績不錯 但是民進黨的一貫策略 就是不問事實 只講情緒 一名煽動高雄人對韓國瑜背叛高雄的恨意 故此這篇文章的主題非常清晰 無非就是要挺韓 以及批駁民進黨 本來我對於韓國瑜市長 會不會在今次的露韓公投當中 就此黯然落台 也是非常猶豫 但是經過了人民日報的力挺之後 我就發現 露韓基本上 沒有九成都有八成半會通過 實情通過露韓的門檻很低 只要投票率是超過25% 而且支持露韓的人數是多過反對露韓的人數 韓國瑜就是要下台 但是在韓國瑜的政治生涯當中 也不是第一次面對罷免公投 在1994年的時候 他擔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期間 也是面對過一次罷免公投 但是在那次的公投當中 投票率只有21% 由於達不到罷免所需要的門檻 故此 那次的公投是無效的 他又可以得以完成那一屆的任期 至於今屆又夠不夠票 實情韓國瑜也是主打一個策略 就是蓋牌策略 他已經叫了所有的韓粉和國民黨的支持者 明天不要參與這場露韓公投 實情終極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明知道自己是打定輸數 明知道反對罷韓的人的票數 是不夠支持罷韓的票數 他才會叫他那群粉絲不要去投 如果反對罷韓的人 是遠遠超過支持罷韓的人 絕對是不怕投票 哪怕那個投票率是超過兩成半也好 就算是達到了罷免的門檻也好 只要那個結果出來 是反對罷韓多過支持罷韓的 你怕什麼 現在他就是怕這件事 怕著不夠票 又達到了門檻 他就要黯然落桌 實情現在看來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單靠支持罷韓的人 都足以撐起整個投票率 是會超過兩成半 故此韓國瑜再次重用 在去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所使用過的蓋牌策略 一定是會失敗收場 在去年他就叫了所有的韓粉 和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要回應民調 叫人不要回答民調 就等到這個選舉的時候 才把結果來揭中 最後一選的時候 就是大敗 這次也會有類似的情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晚就是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 很多人都在台灣休息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 很多年輕人 就趁著在今晚的時間 搭車回到高雄 尤其是在台北車站 搭高鐵回高雄 今晚是非常多人 是樂意不絕的 大家可以想想 這班人到底是撐寒的多 還是霸寒的多 不用說 都不言自明 故此有這班人作為霸寒的中癲 基本上 他明天都是 可以說 執定包袱走人 再加上 人民日報 情意相挺 他這樣捧殺你 想不走 也不行 是不是 因為台灣人最忌諱 為何大陸會撐你的 無厘頭 你跟他有什麼關聯 一旦在這方面 激發得起市民有多少的聯想 只會對韓國瑜的印象更加之惡劣 只會更加激發起他們有動機出來投票 而且是投罷寒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社評說 這次搞法無非是政治報復 那些口吻就跟人民日報一樣 我不是這樣看 當然 民主的制度永遠都沒有完美 但是民主選舉的結果 一定要各方面都尊重才行 韓國瑜擔任高雄市長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 如果他在這一年多以來 仍然是無法扭轉 高雄市民對於他的印象 而且他的印象更加之轉差 有一些韓粉甚至乎根據報導所說 賭歌的話 他本人和國民黨都應該要去反省一下 為什麼當日他能夠勝出 而在這一天 他會輸得有凸 這些一定是要 好像曾國凡那樣說 吾日三省吾身 就不是一邊在抵賴 一邊在毀過於人 這些完全是沒有用的 我們又可以看看台灣的選舉制度當中 究竟有沒有一些成功罷免的案例 是有的 只不過不多 多數都是那些鄉鎮代表 或者是里長那一類 比較低層級的 如果要數到最高層級的 就是1954年的時候 李宗仁副總統 就是遭到罷免 但是當時並不是 好像現在這樣搞公投 每一個人都有份投票 而是通過國民代表大會 那班 即是所謂千年國大代表 他們去投票 結果就有千多人贊成 只有六十多票反對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知道 李宗仁副總統 就是遭到了霸絕 那至於後來 到底有沒有立法委員 遭到成功罷免呢 是一次都沒有的 市長有沒有呢 一次都沒有 院長也沒有 如果明天是有的話 那韓國瑜就是會圍著 中華民國選舉歷史的 罷免案當中 寫下了新的一頁 好了 接著我們就講講關於香港的情況 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今天就發表了一篇的貼文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講到BNO 他說英國政府在香港民主問題上 指手畫腳 既然世上沒有民主政體容許外國人有投票權 如果英國政府堅持BNO護照持有人 是英國公民的話 所有這些人的投票權 都應該被取消 實情他這一段 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本身他這段就不是陳述一個正確的事實 因為目前為止 英國政府都沒有說 賦予BNO護照持有人 是直接擁有居英權 只不過有一個意向 就是將BNO護照持有人 進入英國逗留的期限 由現時六個月 擴大到十二個月 而且當這些護照持有人 他們在英國找到工作 或者找到一個學校 去讀書的話 就可以延長逗留期限 就鋪了條路給他們 只是拿得居英權 並不是代表直接 賦予給他 你不要搞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按照 梁振英的邏輯 他說外國護照持有人 那個投票權 應該被取消 請問 為什麼目前 現在的外國護照 仍然是可以投票的 一直以來 無論是拿美國護照 英國護照 加拿大護照 什麼護照 只要他在香港住滿七年 拿到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他就有資格投票 而且這個投票權 不僅是說 這個選舉權 還包括 被選舉權 這個很多人忽略了 在立法會那35個 功能界別議席當中 其中12個界別 即使他是擁有外國護照 他是擁有外國的永久居留權 他仍然是可以 做到這個立法會議員 他不需要放棄外國護照 當然直選那群全部都需要 但是他老婆子女不用 哪12個功能界別 分別就是 法律 會計 工程 測量 地產及建造 旅遊 商界 工業界 金融界 金融服務界 進出口 和保險界 這12個界別的人 可以拿外國護照 走到立法會宣誓 自己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然後做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這群人 拿外國護照 直接做議員 反而拿BNO護照的人 連投票也不行 當中的邏輯在哪裏 實際現在拿B.C 即是英國公民護照的人 都可以在香港投票 只要他住滿7年 有三個星的身份證 你先看看選舉條例 是不是 真的 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也是為人救病了很久 就是梁振英和林鄭月娥 你那些家人 你那些子女 全部都是拿英國護照 全部都是拿英籍 是拿B.C 那需要不需要剝奪他們的投票權 請問 還有 當他要說這番大意想言的說話之前 很應該先幫自己的家人 取消了外國護照 先註銷了外國居留權 是不是 如果不是說那麼多話 誰人服你 好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